我們今天錄音的時候剛好是母親節的前一天 所以好檸檬要在這邊祝全天下的媽媽 母親節快樂 那檸檬要不要來唱一首母親節的歌當作開場 呃我只會一句欸 好來啊來啊來啊 此母手中仙 然後呢 有自身相依 好好算了 你現在正在收聽 母親節快樂的好檸檬 我是VV官大維 我是檸檬卷 這是好檸檬人第39集 現在台北時間2021年5月8號的中午 欸剛剛你上的那首什麼慈母手中仙 是不是好像是來自某首古典音樂 我現在有點想不起來 但是好 我在想我不確定 嗯 好像是跟布拉姆斯的某首歌有關係 但是我真的不確定 我應該先查的 好大家不好意思 嗯 我不知道 除了那個 嗯 你還想得到什麼其他母親節的歌啊 就我們講到這個話題 我們剛開始前在那邊想 就是一直回憶 我記得好像有什麼 世上只有媽媽好 這個都是很老派的 我還沒開嗓 事實上只有媽媽好 是不是 跟妹妹變成一樣娃娃很像 可能只有這一句吧 我不知道後面是什麼 不是 妹妹變成娃娃是 妹妹變成又娃娃 不一樣 只是長得很像而已 你不要一直誤導我好不好 感覺那個旋律都可以唱進去 而且我現在根本還沒開嗓 超怕破音 還有一個就是很老派的 就是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 啊 對 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 你知道嗎我前幾年 那個感覺已經是30年前或40年前的歌了 我覺得我們今天討論全部都是30 40年前的吧 對 那來一個新一點點的 什麼 媽媽 我要錢 好像是爸爸 10年前 可能10到15年前左右 哈哈哈 你是不是因為 我常常跟你唱這一句 所以你突然靈機一動想到 我常常跟 還有那個周杰倫啊 他怎樣 我常常跟娃娃說 媽媽我要錢 哈哈哈 把他當我媽媽這樣 欸其實我常常就跟可麗餅 自稱媽媽 對啊 因為可麗餅他叫聲蠻特別的 就是一般的貓就會喵喵喵 可是可麗餅不是 他是叫媽媽媽媽媽 真的很酷欸 可麗餅是叫媽媽 就是他特別愛你的時候 他會叫媽媽 嗯 可是他不想理你的時候 他就不會叫 嗯 然後常常半夜出來 然後我就在房間裡面想說 欸誰在講話 或是真的超像媽媽 這樣子 嗯他的叫聲就是不像喵 就是你不會形容那個叫聲是喵 他是媽媽媽媽媽媽 然後他是那個很有精神的那種 超大喊的那種感覺 我們養了一隻奇特的貓 會講話的貓 他剛剛原本要說就是還有一個很有名的就是 麥狗安捏大我媽媽 還是怕我媽媽 我不知道他從哪一個字開始轉成國語 第一句就是啊 哦第一句就是台語 第一句就是台語 別再這樣 不是啊不是不是中文啊 是台語 我說第一句就台語啊 哦媽媽的台語也是媽媽是不是 蛤 麥狗安捏大我媽媽 不是阿母 好像都可以吧 好啦 而且你剛剛明明就還有唱一首 什麼哪一首 你剛剛還有唱什麼母親像月亮一樣 哦 母親像月亮一樣 結果你的資料庫 完全馬上忘記 哈哈 可是我資料庫都是洩漏年齡的資料庫 就整個都超老派的歌 你知道嗎 我就是把歌詞寫下來 但是我看過去我完全不知道怎麼唱 哈哈哈哈 對啊後來就沒在唱 但是我那個查的時候 我有看到很 YouTube上面很多什麼 為我勇敢的媽媽 哦 你有沒有看到 我不知道 那是彩虹生命教育做的 廣告打蠻大的 張賢的寶貝算不算媽媽的歌 我的寶貝寶貝不算啊 它是媽媽視角的歌 哦可能是 你要講個母親節的由來對不對 為什麼會有母親節這個東西 對啊 因為我就蠻好奇的 然後想說去查一下這樣子 然後 因為我就想說 為什麼母親節是 五月第二個禮拜前 而且還有一個 就是不定日期的一個日子 對啊對啊 不過這個說法 其實就是關於母親節 有很多的傳聞啊 然後不過 最被大家公認的版本是 就是在二十世紀的美國 有一個女士叫做 安娜賈威斯 然後反正她跟她媽媽的關係很好 就是跟母親相依為命這樣子 後來她的媽媽在一九零五年的五月 她是為了送養你自己的媽媽 OK 你自己的媽媽 不是所有人的媽媽 是你自己的媽媽 然後所以呢 那世界上第一個母親節是在一九零八年的五月十號 在West Virginia 舉行的 是有個活動之類的 教會 OK 那因為白色康乃馨是她媽最愛的花朵 那之前那個 Jarvis他在受訪的時候 他有說過 康乃馨不會垂下花瓣 而是花心緊緊擁抱他們 直到死去 就像母親把孩子搂進心坎裡面一樣 那那個 母親的愛 永遠不會死去這樣子 對 那後來在一九一三年的時候 美國他們通過一個議案 就是把每年第二個星期天 五月第二個星期天 當作法定的母親節 真的喔 他們有法定這個節日 對 然後一九一四年的時候 就是隔年嘛 多數週他們都承認了這個節日 那美國國會他們通過一條法律 是把母親節定為國定假日 OK 那那個 那時候威爾遜總統 他也有發佈正式公告這樣子 那可是關於母親節 感覺上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初衷嘛 對 那可是後來 安娜她在晚年的時候 就是她非常 一直在抗議 就是母親節她覺得被商人 作為一種行銷手段 太過於商業化這樣子 那她希望大家能夠回歸到這個母親節的本質 那雖然後來安娜過世了 那可是 母親節一直到今天都還是被當作一個 特別的節日來操作這樣子 所以她就是一直為母親節 這個節慶在奮鬥 OK 我原本就想說 就是母親節的由來 因為我也沒有 你沒有先跟我講這一段 嘿 我原本想說 沒有我沒有查 我原本想說 她是不是 就是跟那種什麼 結婚要送鑽戒子 這種奇怪的習俗 一樣是那種商人捏造出來的 就是那種廣告打出來的 譬如說母親節 我們就要 就要到什麼 Friday吃個大餐啊 或是可能是什麼餐廳業者 或是什麼東西弄出來的 或是中秋節要烤肉 所以大家就一直 對對對 我就想到中秋節要烤肉 中秋節要烤肉 好像也是一個莫名的習俗對不對 就是可能就是被商業宣傳弄出來的 對 但是她是真的是有一個人 她去 她去那個 呃 可是那個人是一個重要的人嗎 就不是 可是為什麼 我們會care就是 大家會care她媽媽 在5月2個禮拜天過世 可能她很積極爭取吧 然後或者是她這個想法是很好的 所以 她後來去 不知道就是 呃 去宣傳這個節日的時候 可能大家也認同吧 嗯嗯嗯嗯 並不是因為她這個人是誰 她媽媽是誰 所以去設立 OK 對 然後而且 我們說母親節是5月2個禮拜天嘛 可是在法國跟瑞典母親節 嗯嗯 她們是在5月最後一個禮拜天耶 OK 所以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有一點點不一樣 嗯嗯嗯 所以我們 你看我們上上個禮拜 我們在4月底就已經先過了母親節了 就是我們 我們個人 對對對 我們自己 跟我媽 跟你媽媽去吃飯 然後我們前陣子又 又去 又去跟你們家人吃了一個飯 前幾天而已 然後我就要分享一下 就是我騎機車到新店去 我就覺得我騎的 騎得很生氣這樣子 哦 你覺得路況很危險 我就是我從 通常我到你家 因為你家住木柵嘛 我覺得就是從 呃台北騎到木柵 如果走那個 辛亥隧道那邊的話 我覺得路況還OK 還行 嘿 可是就是上次我們是在 新店 靠近金美嘛 那邊 對 找金美然後到新店 某個地方吃飯這樣子 然後我是走 呃羅斯福路 就是從公館那邊 然後一直往新店那邊騎 然後我發現就是靠近 到新店那邊 附近的時候 那邊的路況 真的很差耶 尤其是在下班時間 很危險 三線道 然後右邊兩線 因為左邊 我覺得就是騎機車的人 應該都可以體會這個 這個心中的幹 因為呢 因為台北 應該說台灣啦 就是 呃 只要是比較大 比較寬的馬路啊 最裡面那一線呢 通常都是進行機車的 然後我個人呢 也被 因為騎到進行機車道上面 被開過非常非常多次單 是喔 就是以前的時候 所以 其實我在 騎在路上都會很怕那個 最裡面的那個進行機車道 我就盡量不會往那邊去 嗯 但是那個 在新店那邊呢 是三線道 然後最裡面那一線是 進行機車 所以變成 如果你是機車呢 只能騎右邊兩線 嗯 但是右邊兩線呢 就是公車呢 鑽來鑽去 公車要停到最右邊那一線 然後他停完就是 呃 乘客上車之後 他就要切到中間那一線 然後再切到右邊那一線 然後再切到右邊那一線 然後下半時間有 非常多的公車在那邊 就是在右邊兩線切來切去 對 然後呢 身為機車 你又 不好意思往左邊操車 就是因為 如果公車在第二線 你如果往 他的左邊操的話呢 你就騎到 進行機車道上面 那你就會有可能被拍照啊 被開單啊 所以身為機車 你就是呈現一個非常危險 右邊被公車擠 左邊怕被開單 然後你在第二線 又一直 擔心右邊有車撞過來的一個 而且 我覺得像騎機車 你不能夠說 欸你前方突然有個公車 然後你就往左邊 馬上 往左邊騎 因為你後面的人會追撞上來 對對對對對 對 你不能突然切車道啊 對啊 所以你就必須要停下來 嗯 然後吸他的廢氣 而且你停下來就是 你右邊可能還有後面那台公車 他要往左切 而且他好像也沒有在care你 那你就變成說你在第二線 其實是非常非常危險 因為你往 你往左閃的話 你會容易被第一線 就是最左邊那些人 隔壁車道的人 給他 弄過去 真的看他很危險 那你不動的話呢 可能被右邊來的公車給他弄過去 總之 但是我是要抱怨那天我們去 我要去就是跟檸檬卷的家人吃飯 然後騎那一段我整個騎得非常的不爽 哦對啊 我覺得整個就是火氣就是上來 然後在那個你在騎車的時候 我就一直說不好意思 抱歉抱歉 我請你吃飯哦 不要生氣哦這樣子 我真的發誓我以後絕對不要騎騎車去新店 你就打Uber吧 我就要打Uber去新店 太太太太危險了 哦 雖然我是沒感覺 哈哈哈 後座人沒有辦法體會 假設說那個是你來騎的話 你一定從頭到尾髒話罵到我 我可以想像耶 我可以想像 而且像你脾氣那麼好的人 你都會有點不爽 我覺得一下子還好 因為那段路很長 哦 就是什麼從 應該是羅斯福路 然後來接北新路之類的吧 我忘記了 我忘記那個路 我覺得新店比較嚴重耶 對對對 都是到後面那一段非常的糟糕 對 路況很糟 是一個我就是再也不會想要 騎車過去的一個地方 哦 我覺得就是我是冒著生命危險 去跟你們家人吃飯 你那天是說因為你還載著我 哦 對啊 就是兩個生命危險 然後就是去閃那對公車 哦 就是你要買就只能乖乖停在最右邊 嗯 然後 等全部的公車在你前面穿來穿去 然後以時速大概10公里的時速前進這樣 嗯嗯 所以啊 就是這樣 這就是台北的 所以就是為什麼很多人抗議 很多什麼機車路權啊 包含那個 進行機車道 進行機車道有時候真的很沒道理 像這個情況其實就很沒道理 因為你 你放一個進行機車道 反而是讓機車騎士更危險 因為他不敢切到左邊 但是他又閃不掉右邊的公車 哦 有些可能就會因為他 不想違規 像我的行李 我不想往左邊切 不想違規 而造成我 被右邊的大車撞 之類的 這是非常有可能的 嗯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機車兩段式左轉的那種問題吧 有些路段其實感覺 根本沒有需要兩段式左轉 可是 就是 他要求我們一定要兩段式左轉 就是讓我們要等很久很久的時間 可能大家也習慣了 而且兩段式左轉 有些情況其實也沒有比較安全 有些情況 反正就是很多人在講的事情 這樣子 好啦說到 剛剛前面說到那個商人的陰謀呢 接下來我要講一個商人的陰謀的故事 就是我前 應該是上上禮拜我們就想講這個話題了 可是我們一直沒有時間 傻 講 傻 就是 麥當勞的冰淇淋機的問題 前陣子大概是 上上 大概兩三個禮拜前啦 就是在美國 有一個非常非常熱門 傳的話題 就是關於麥當勞的冰淇淋機 然後以下講的都是關於 美國的麥當勞的冰淇淋機 跟台灣無關這樣子 嗯 有一個 YouTuber呢 他以前是那個Vox Vox是一個媒體 Vox的記者 他有一個YouTube頻道 叫Johnny Harris 然後他說 出了一個影片 那個影片標題叫 The Real Reason McDonald's Ice Cream Machines Are Always Broken 為什麼麥當勞的冰淇淋機 永遠都是壞掉的 就是 我覺得在台灣好像 不太有這個問題 至少 每次吃冰淇淋都可以點得到 對對對 至少以我自己個人的經驗來講 我去吃冰淇淋幾乎都是好的 所以他說 美國在 美國的麥當勞 就是冰淇淋機壞掉這件事情 幾乎已經成為一個迷因了 就是 大家就會想說 麥當勞的冰淇淋機 當然是壞掉 這樣子 沒有麥當勞的冰淇淋機 是好的 我好像有看一點點那個影片 他好像開頭就是一直錄說 他要去弄冰淇淋 結果那個店員 跟他說 Sorry it's broken 對對對 然後他就是常常問 他就拍了一些剪輯 就問麥當勞的店員說 那他大概什麼時候會好 就是明天會好嗎 或是什麼下禮拜會好嗎 然後店員就說 可能下禮拜吧 可能下個月也許 如果你引起好的話 就美國麥當勞的冰淇淋機啊 是一家叫做那個Taylor的公司做的 然後這個Taylor呢 跟麥當勞這兩家公司呢 是很久長期的生意夥伴 就兩家公司算是好朋友這樣子 就麥當勞就蠻 蠻袒Taylor這家公司就對了 然後麥當勞呢 至少就是在美國 他們就是規定就是加盟店主啊 他們一定要買Taylor的冰淇淋機 而且還要特定一個機型喔 叫做C602 就是你要開麥當勞 你根據合約 你一定要用那一台冰淇淋機 你不可以買別台冰淇淋機 然後那台冰淇淋機呢 要一萬八千美金一台 哇靠 一萬八千美金就是台幣五十幾萬一台這樣子 然後呢那台Taylor的C602呢 就是超難用 超難用 他的難用的點在哪裡呢 第一就是他每兩個禮拜呢 就要全部拆掉重組一次 就是例行的維護 每兩個禮拜就要全部拆掉重組一次 然後他那個Johnny Harris有拍出來 就是他裡面的那個零件 那個零件是複雜到非常誇張 就是你拆下來可能有 五十到一百個小螺絲之類的 然後你必須要照正確的順序把它拆掉 再把它放回去 每兩個禮拜就要做一次這件事 如果是為了清潔就算了 他是為了清潔的 就是例行的維護 維護正常程序 兩個禮拜一次的程序這樣子 然後呢他的使用者界面超爛 就是他面板的那個按鈕啊 就是一些意義不明的圖案 就是 而且他的選單的螢幕也非常非常小 就是他的選單非常難用 按鈕標示非常不明這樣子 然後呢這個C602呢 他有非常嚴格的開機自我檢查機制 就是他開機的時候可能會做什麼 某種他自身的零件檢查 他的冰箱的溫度檢查 很久就對了 之類的 然後呢他有一點點錯誤 就是他的檢查的 設定的什麼條件 非常的嚴格 他有一點點不對勁的 就不讓開機 就不讓你開機 然後就給你一個很無意義的錯誤嘛 例如說你今天是那個麥當勞的員工 你就打開那個冰淇淋機對不對 然後你等他五分鐘轉轉轉轉轉 他會跟你說錯誤306 然後他就說錯誤306 無法開機 然後他也不告訴你出了什麼事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去查你的那個 你的冰淇淋機的使用說明書 看306代表 對對對 然後呢這個Johnny Harris呢 就去翻的那個說明書 就是每個加盟店買的那台機器 都有的說明書 然後他就很多一大堆非常非常非常 複雜的錯誤碼 然後每一個錯誤碼 右邊呢就會告訴你說 怎麼處理這樣子 或是說這個是什麼問題 但是呢他發現 有很大一部分的錯誤碼 他右邊的那個故障排除方式呢 就是叫你叫修 例如說 那個使用者說明書就說 錯誤306的話怎麼辦呢 請抠維修人員 錯誤405的話怎麼辦呢 請抠維修人員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那個錯誤碼 是他說明書不教你如何處理 也不告訴你發生什麼事 只知道你抠維修人員這樣子 然後然後他也發現就是 他的那個說明書呢 故意寫的很難懂這樣子 他就一直叫你叫修就對了 那說明書就是一直叫你叫修就對了 然後那個Taylor的那個維修費就超貴 他是照每15分鐘計算的 就是維修人員來你這邊15分鐘 他就有15分鐘的終點費之類的 天啊 然後很貴很貴 就是平均他們修一次就要花300到500美金左右 那麥當勞被大削了 就是被大削 應該說加盟店主被大削 因為那是麥當勞規定他們要買這個牌子的冰淇淋機 然後這個牌子的老闆可能是麥當勞的好朋友這樣子 然後總之呢就是 就是因為太多冰淇淋壞掉了 所以就有一個人做了一個網站 叫做MacBroken MCBROKEN.com MacBroken網站 然後他就是在統計 就是即時更新說 現在全美國到底有哪些麥當勞的冰淇淋機是好的 然後他們就發現呢 幾乎在任何時候全美國都有10%的麥當勞的冰淇淋機是壞的 你想說你要做一個那麼大公司的產品 然後你的產品只有90%的時候是好的 這一般人大部分產品都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呢他也發現一個奇怪的事實 就是說 因為Taylor是一個很有名的冰淇淋機製造商 然後不只麥當勞 其實連其他的像什麼 例如說肯德基啊像溫地漢堡啊等等的 他們也有用Taylor的冰淇淋機 但是呢別的素食店都沒有以上問題 欸為什麼 只有麥當勞用的Taylor那台機器有這個問題 別的都沒有 陰謀論 別的都沒有喔 陰謀論 然後後來那個Johnny Harris呢 他就去哇哇哇哇哇 就是翻那個Taylor公司的 他們的一些內部的文件啊 或者是說他們的介紹簡報這樣子 然後他發現就是 Taylor這個公司他們在跟投資人介紹的時候啊 他們就是一直強調 他們有一個公司宣傳影片就對了 然後他們公司宣傳影片有點神奇 他並不是強調他的冰淇淋機有多好 嗯 他的宣傳影片是一直在講說 本公司呢有最優秀的維修人員 我們就是誰叫誰摳誰到這樣子 都可以解決你機器的所有問題 他一直在講他的維修人員啊 然後他去翻就是他們的那個收入報表啊 他發現Taylor公司呢 有25%的收入是來自於維修 這樣真的是 聽到這你就知道大概發生什麼事情對不對 就是Taylor公司故意把機器做壞 然後讓你一直叫羞 然後不告訴你機器 不告訴你機器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你說Wendy其他家素食漢堡 沒有這個問題是因為 因為他們合約沒有一定要用Taylor的冰淇淋機 哦 哦 因為他們不是麥當勞 麥當勞的合約是 你要開麥當勞 你就一定得用Taylor的C602 別台還不行 你還不能用Taylor的別台 你一定要用Taylor的C602 才可以就是這樣 吃定啦 吃定麥當勞 吃定麥當勞 然後呢 這個故事還沒完 這故事之後呢就是 因為Taylor的那個冰淇淋機 他能用的時候的確很好用 可是他就是會出這些錯誤問題嘛 然後他 你不知道 那個錯誤到底怎麼講 到底是為什麼 搞不好是你開機的時候呢 裡面的那個料放太多 以至於說他可能 溫度應該降到例如說3度 可是他卻只有到4度 所以就不能 就不給你開 但是他 他給你一個錯誤306 或是錯誤405 或是錯誤什麼什麼 他也不告訴你說 是因為你料加太多 他沒有辦法降到這個溫度 所以不能開 所以明明是你可能 可以自己解決的事情 明明是你 有些是你可以解決的事情 他不告訴你怎麼解決 也不告訴你發生什麼事 那個機器是鎖住的這樣子 然後呢 就是有人就是去研究這個 Taylor的冰淇淋機 就找到了一些 駭進去的方式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做出了一個東西 叫做Kitch K-Y-T-C-H 他那個東西是很像 一個Raspbian Pi改裝的那種小電腦 就是USB 小小單板電腦 就把它 用一些線啊 接到 冰淇淋機上面 就可以讀取他的那個 內部偵測數值 你就可以看到 例如說他的旋轉怎麼 轉速度多少啊 溫度是多少啊 然後他 發生錯誤的時候呢 他就會 那個Kitch就可以 顯示有用的資訊 就是告訴你怎麼樣 排除冰淇淋機的錯誤這樣子 然後這個東西呢 一做出來的時候 就是在加盟圈 在美國的麥當勞加盟圈 變得很紅 就大家都在搶著買這樣子 因為這個就是 可以省去你 每個月 一個教修 可能上千美金的 教修冰淇淋機的 的費用嘛 對不對 然後就是有這麼好的一個 東西 如果你是麥當勞 不是Taylor 如果你是麥當勞 你應該正常的反應是什麼 當然就很好啊 提升我們 麥當勞運作的效率啊 不用一直花我 花錢 對對對 就是我麥當勞 一直被人家笑說 我的冰淇淋機一直壞掉 麥當勞 身為麥當勞 不是覺得很丟臉嗎 那今天有一個這麼好的機器 就是他可以 讀取監控數據 那個機器還可以同步到App 人家拿手機 就可以知道 就是冰淇淋機出什麼問題 麥當勞應該 鼓勵這個東西 讓加盟者 更多加盟者們來用這個東西 讓我們的冰淇淋 就是更好嘛 所以你這樣說 一定是麥當勞的反應很快 麥當勞的反應 完全是相反的 麥當勞發出一個聲明 就是說 叫加盟族 千萬不要用這個Kitch 然後他說這個Kitch很危險喔 他是會違反我們的合約 然後他會 可能會讀取你們的機密資訊 他是裝在冰淇淋機的 看溫度是多高的東西 他會讀取機密資訊 可能會造成 嚴重的人員受傷 這個是麥當勞發出的公告 給加盟族的 然後他叫加盟族怎麼做呢 他叫加盟族 用另外一個 Taylor自己出品的監控程式 然後監控儀器 他更貴 但是功能還沒有這個Kitch那麼好 他說你這樣 我很懷疑那麥當勞老闆跟Kitch 跟那個 跟Taylor一定有關係 是怎樣的關係 多好的關係 要這樣 神秘性關係 反正這個故事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 可能有一些法律上的問題 就是 就還沒有後續 可是這個是大概三個禮拜前的新聞 最新消息 反正這個就是一個 現在 現代科技的一個 我覺得蠻可悲的事實 就是 你買的東西不是你的 這個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已經到 不管是硬體還是軟體 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你看就是 你是麥當勞的加盟族 你花了一萬八千美金 買一台 冰淇淋機 可是這冰淇淋機 不是你的 因為如果你 你沒有那個 他的維修人員 你根本沒有辦法用這台冰淇淋機 他三天兩頭 就出一個 你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然後他也沒有打算 要告訴你怎麼解決 他故意的 他故意的 而且他那個 Johnny Harrison 還發現就是 那個冰淇淋機呢 有一個神秘的選單 就是可能怎麼維護選單 或是障礙排除選單 是一般人 沒有辦法進去的 需要他們的維修人員 輸入一個密碼 才可以解鎖 因為可能那個冰淇淋機 搞不好根本沒有問題 搞不好根本就是好的 然後他就是故意出一個 臭物406 讓他來按 然後你該修囉 然後我們就派一個人員 假裝弄兩下 然後按一個鈕 就好了這樣子 就是有這種問題 這個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個設計 真的 好腐敗喔 就是他故意設計 讓你永遠依賴他的維修人員 所以他可以賺很高額的維修費 我們之前就講那個一個 修MacBook的YouTuber 叫做Louis Rossmann 對 他最近 開始呢 就是不修MacBook了 應該說他 他的公司才是運作 就是他自己出來要 推動一個就是 維修的權利的法案 就是他們叫做Right to Repair 嗯 他最近 Louis Rossmann把他的 就是全心全力放在這個事情上 就是 要遊說 大家 以及那些政治人物 去通過一個 讓 廠商 必須 提供 一些資訊 讓使用者可以自行維修的一個 一個法案這樣子 因為其實 就是 我已經買一個東西 你不能 故意把那個東西的功能關掉 或是把它做得很爛 然後讓我一直要 一直要叫修 對不對 就是不只是 我覺得不只是硬體 其實軟體也是 就是我們 你想想看就是 你能夠接受你買一個 例如說 烤箱 然後你今天要烤麵包 然後他不爽 就不開機 然後說 然後給你一個錯誤404 現在無法烤箱 然後請教維修員 你沒有辦法接受嘛對不對 或者是說 你要 你正要烤三明治 你要吃晚餐的時候 他說 我必須要上連WiFi download一個自動更新 不然我沒辦法考 這是非常荒謬的事情啊 可是 就是 你在烤箱冰箱 或冰淇淋機 或 汽車 電視 我們都沒有辦法接受 這種事情 可是為什麼 像 手機或電腦 我們反而可以接受這種事情 其實手機跟電腦 也不應該要這樣子 就是 你應該要 你想要怎麼用就可以怎麼用 然後 你應該要可以得知 你所有可以用的資訊 所有的資訊 你要可以裝 任何所有你想裝的軟體 他不應該 這個東西你已經買下來 他不應該限制你怎麼用 可是我覺得手機的在維修上面 他應該就牽扯到很多技術上問題 不太可能 使用者他有辦法自己排除 我們說使用者維修 不見得是我們自己 例如說 我指的是說 任何非官方的人 假如說我今天有一個 iPhone 然後他裡面的 螢幕壞掉了 我應該呢 當然我不可能自己修螢幕 但是一定有一些其他的維修工作室 可以幫我換螢幕 對不對 但是如果 Apple就是故意把螢幕做的 就是別人都沒有辦法換 只有他們Apple 只有Apple本身可以換 然後換螢幕他要送你一萬五 喔 那個就是一個非常 糟糕的問題 對不對 就是不可以這樣子 那這些東西 所以必須要立法才可以 才可以把它保障起來這樣子 所以 呃 如果你關心這件事情 你就覺得這個 冰淇淋的事情很不對的話呢 那 你應該去關心一下那個 Ruiz Rossmann他們 的Right to Repair這件事情 然後如果你是在 台灣麥當勞工作的話 你可以分享一下留言 再留言分享一下看台灣有沒有這個問題 我是覺得台灣好像沒有冰淇淋機一直壞的問題 所以我不曉得 還是只有在美國 對 這個故事是發生在美國 對啊 他說我們剛剛所有講的事情都在美國 但是 我不曉得台灣的麥當勞是不是用Taylor 是不是用C602 或者是說他們的冰淇淋機狀況是怎麼樣 那 這是真的要常常教修 其實如果你在麥當勞工作的話 可以下面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現在突然好想吃冰淇淋 麥當勞冰淇淋 說到麥當勞的蛋捲冰淇淋 你知道麥當勞的蛋捲冰淇淋 的熱量有多高嗎 熱量喔 應該不低吧 其實也沒有到很高 你猜猜看它大概多高 150 200 欸 150很準 麥當勞的蛋捲冰淇淋 是一支小支的 是145大卡 OK 接下來我想跟你們推薦一些 就是因為我 我一直有在寄熱量 大概從去年9月開始 肉身有成喔 我從75公斤減到現在大概68點 68 69左右這樣 就沒有再瘦下去了 我大概減到60 我看到68自首的時候 呃 我就沒有 呃 設定那麼嚴格的熱量 限制 我之前就是 比較認真在減肥的時候 我是限制我一天吃1900大卡 然後現在我放寬我自己吃到2100大卡 這樣子 所以我就 2100大卡感覺是我 維持體重 維持目前體重的熱量量 嗯 所以我現在就沒有繼續收下去 我就維持這個體重這樣子 總之呢 但是我還是有 繼續在寄熱量 所以 我就 我就分享 我想要分享一些就是 對它現在很強 它現在只要摸一盤食物 就知道這個幾克 呵呵呵 然後就是 就是人體秤的重機 對阿 我是想要用秤 現在比較少用秤的 現在大概就用估計的就好了 嗯 我是想要分享一些就是 如果你在控制熱量的時候 你晚上可以在 7-11買到的 好吃的 宵夜 嗯 第一個 是玉米筍 這個是你最近 7-11的玉米筍 超好吃 你很愛吃的 而且很juicy欸 嗯 然後它大概5條大概40 大概是50塊 42之類的 就是稍微貴 稍微貴 對 才5條 那是5條 其實不是很大顆的玉米筍 然後包在一個包裝裡面 然後你可以微波 對 那這5條玉米筍一包 只有17大卡而已 所以是非常非常 解餐 非常非常解餐 你想要晚上要看電視一邊咬東西 很好的宵夜 再來呢是那個 威德果凍 這個也是你很愛吃的 我有嗎 我覺得很甜吧 你很愛吃吧 你常常買啊 喔你說我們能量飲啦 對啊對啊 就是那個果凍啊 就是放在一個銀色鋁箔包裡面 軟軟的包裡面 還OK 但是我後來把它制止之後 我就再也沒吃過 因為我怕那個要吸的很大力 喔是喔 我覺得啊 可是你可以用手擠啊 用擠對不對 對啊 你不需要 我都不會用吸的耶 我都是 我都是就是直接用手把他擠到嘴巴裡面去 所以我比較懶 它那個有很多種口味 有什麼藍色綠色紫色之類的 粉紅色 粉紅色好像是膠原蛋白 對 那 藍色的是熱量最高的 就藍色是用來吃飽用的 它叫做什麼能量 是180大卡 那如果你要晚上解餐的話呢 你可以買那個礦物質那種 綠色嗎 紫色 有點粉紅粉紫色的那個 那個 那個一包只有35大卡而已 所以也是非常適合宵夜吃的 然後再來呢 就是拔蠟 拔蠟一盒也只有60大卡左右而已 你說7的 對 7的拔蠟 然後再來一個 我晚上很愛買的是 乳蛋白丁 嗯 你好像你不常買那個 就是通常都是我買 然後你吃一兩顆這樣 我前一陣子還蠻愛的 但是後來就有點吃膩 嗯 然後它有一點辣欸 對不對 對對對 稍微小辣 再來喔 是蔬菜關東煮 因為現在好像疫情之後呢 就是我們家附近的7都沒有那種 露天的關東煮了 有啊 有嗎 有 真的嗎 就是好像其中有一家已經沒有了 就是沒有那種 外面一鍋 然後你直接可以打開夾起來那種 它現在都變成 是一碗 然後放在冰箱裡面 然後你可以微波 但是你也很少吃關東煮啦對不對 就是有一個蔬菜關東煮 它是一碗只有50大卡 然後也是蠻大碗的 感覺可以吃到很多東西 但是它只有50大卡而已 再來喔 是茶葉蛋 一顆只有75大卡 這個是 你現在要分享的是 大家如果晚上餓的話 可以吃什麼熱量很低的食物 對吧 對對對我們可以給你一個200卡之內的套餐 這樣子 茶葉蛋是75大卡 然後再來一個我也很愛 超推薦如果在減肥的人吃的 就是美式咖啡加奶球 就是如果 當然如果你只喝美式的話是零熱量 幾乎零熱量啦 如果不要加糖的話 但是有些人喝不下美式嘛 但是因為拿鐵加的是鮮奶 然後它會非常非常的肥 如果是你有半杯咖啡的量是鮮奶的話 那大概就已經要200大卡左右 難怪我每次喝完拿鐵都飽到飽耶 嗯哼 都吃不下晚餐 拿鐵很飽 所以就是 如果你真的還是很想喝奶 當然有些人會說 奶球好像比較不健康 但是你純粹就減肥 就熱量而言的話呢 奶球一顆只有26大卡而已 我是建議你不要再喝奶球了 你也不要再喝那個 汽水跟可樂 欸汽水可樂我最近真的比較少喝 他真的超愛喝的 然後我都很擔心你以後會被老年吃帶吃 可是我喝汽水啊 並不是我喜歡喝汽水 我是喜歡喝氣泡 然後最後一個 如果你想吃零食的話呢 就是寶卡卡不錯 寶卡卡一包是200大卡剛好 就是如果你是其他的洋芋片的話 45塊的那種 它通常都會有70克左右的洋芋片 那種一包呢都是400、500大卡左右的 那你很容易不小心吃吃吃吃 一邊看電視就把500大卡吃掉 那就是已經是超過 逼近一個便當的量了 所以如果你想吃那種比較 呃 半夜吃看電視喝配啤酒 然後不想熱量太高的話 寶卡卡還不錯 寶卡卡一包40克是200大卡而已 這樣子 好謝謝物語分享的那個半夜減肥的食物 然後因為他一直講話他喉嚨有點痛 還好吧 對啊然後我就想要分享一個就是 前幾天我原本要有一個外拍的 可是因為那個攝影師他是 不喜歡下雨的時候外拍 OK 所以他說只要遇到下雨就要延期 然後我期待非常久 我還為此去染了頭髮 然後在那個拍攝日的前幾天染好這樣子 結果呢我看到我前一天我看到那個氣象預報他寫 降雨機率百分之百 他說哇百分之百太果斷了吧 就是很確定的感覺 然後感覺是一整天都會下的那種 所以我就趕快主動跟他就講說 欸好像明天百分之百會下雨欸 那這樣的話我們是要怎麼辦 其實我不想延期的 因為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喬好拍照時間 然後他就說那就延期囉 結果 隔天根本我就沒有看到什麼雨 然後我就想說欸那個降雨機率騙人喔 好像就為師吧對不對 嗯對 但是我沒有任何飄雨欸 對 基本上就是幾乎沒下雨的狀態 或者是在我們這一區沒下雨之類的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跟莫比講說 欸那個降雨機率是騙人的喔 是怎樣這樣 然後他就立刻去查 那個降雨機率啊 就是也是剛好在今年的前幾個月 在TikTok有一個影片很紅 就是一個外國人 一個好像一個黑人 一個女生吧 他就說呢 那個人說 他原本以為 那個外國女生喔 他說原本以為 30%的降雨機率呢 是有30%的機會會下雨 對 但是 這是那個人 我現在是講那個人說的喔 然後那個人說呢 原來是 百分之百的機率 會有30%的面積會下雨 那是那個TikTok裡面的人講的 我在講一次怕大家混亂 他說 他以為那個女生 他說他以為 30%的降雨機率 就是有30%的機率會下雨 對 但是他說今天才知道 原來是30%的降雨機率是 百分之百的機率 有30%的面積會下雨 此那個影片一出呢 就大家討論降雨機率 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發現 其實他講的是錯的 他一開始講的那個 真的是 是對的 30%的機率呢 30%的降雨機率 是真的是有30%的機會 會下雨 這是他一開始認為的人 是對的 那基本上 他講這兩種呢 就是 整個世界的降雨機率 就是這兩種算法之一 一種是用面積來算的 就是說30%的降雨機率 是指 當那個時段 有30%的面積會下雨 然後另外一種呢 是30%的降雨機率 就是有30%的機會 會下雨 那現在大部分的國家呢 都已經是用機會 這個方式來講的 但是回答就是說你 100%降雨機率 就是卻感覺 隔天沒什麼下雨的這個問題 就是要看 關於降雨機率的 定義是什麼 然後我上我們的那個 中央氣象局的官網去翻了一下 他說呢 降雨 它不叫降雨機率 它叫降水機率 它是指說呢 在每一個時段 它是說每12個小時呢 是當一個時段 在那個時段之內的那個地區 出現0.1毫米或以上的降水機會 意思是說 白話來說就是 當你看到降雨 降水機率是100%的時候呢 意思是說 在那12個小時當中 在台北市這個區域 有100%的機會 在某處會有下雨 那會下多少 對它就說 跟降水的時間 跟面積是無關的 啊 所以就是100%的降水 就是說台北市 100%降雨機率 那只是說台北市 在未來12個小時之內 有某一區 某個地方 台北市當中某個地方 一定會下雨 但不代表它會下很久 也不代表 整個台北市都會下雨 就是在它預報的 那個區域當中 有100%的機率 會某處 會有一點點以上的下雨 這樣子而已 所以就是你 呃 你光看100%或是那個數字啊 其實你並不能用它來評斷 呃 下雨的 多寡 多寡 面積多寡 以及降雨的大小 就是可能100% 就是100% 會飄0.0.01的毛毛雨 那這樣感覺 幾乎每天都是100%啊 呃 有時候有可能是50%或60% 也也也是有啊 也是有啊 然後呃 以就是有沒有下雨來說 就是我們的預報 其實蠻準的 就是他們有做很長期的分析 就是 在 呃 例如說降雨機率60%的時候啊 爆100次是60%的時候 是真的差不多是60次是有下雨 然後40次是沒有下雨 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我去查了這個 呃 中央氣象局的網站啊 就除了降水機率之外呢 我順便看到一些其他的 感覺是小嘗試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 當你聽到氣象預報的時候 有時候你 可能不知道他們講的一些字是什麼意思 例如說什麼情啊 跟多雲 嗯 跟陰 那個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是情的意思呢是說 你的天空 中的雲量 雲的數量 佔百分之 40以下呢 就叫做情 就是當他 播報說情的時候 那如果是百分之50到80的話呢 就叫做多雲 那如果是百分之 呃 百分之90 就是九 十分之九到百分之百呢 就叫做陰這樣子 嗯 然後呢 在他整個預報的時間當中 假如說是以十二小時為單位的話呢 只要那個狀態是佔 超過四分之三 以上的時間 例如說十二個小時之內呢 有九小時以上都是晴天 的話呢 他就叫做情 那如果不到九小時呢 他就會叫做情時多雲 或是多於時情 或是什麼的 就表示說 有一半的時間是那個狀態 然後有的時候是另外那個狀態這樣子 然後還有幾個我覺得可能大家會有興趣的 就是寒流的定義是什麼 寒流的定義根據那個 中央氣象局的官網呢 他說 當 預測台北的日低溫 日最低溫 會降到十度或以下的時候呢 他們才把它叫做寒流 大陸冷氣團呢 是說 他們預測台北的最低溫是到十二度到十四度 中間的時候就叫做大陸冷氣團 那如果是十到十二度呢 就叫做強烈大陸冷氣團 那如果是低溫是不會降到十二度 十四度以下的話呢 就只叫做東北季風增強 所以他 東北季風增強 大陸冷氣團 強烈大陸冷氣團 跟寒流呢 是指就是 各有兩度的差距 而且都是以 台北當日預測的最低溫來講 這樣子 我覺得我在上課 好多數字 我看我看之前的 我之前我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啦今天我們的QA很長喔 所以很多QA 所以我們進到QA 是 QA可以講一下男女約會的時候付錢的問題嗎 嗯哼 這個我覺得先讓檸檬捲來講好了 OK 其實 之前有一個PTT上有一個篇文章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那天超夯 就是網路上面有一個人呢 他親自做了實驗 關於 他是男生 他約了女生出去之後 看女生對於付款的反應 嗯哼 他做大概二十 十九二十個 這樣子的實驗 就是跟二十個女生出去 嗯 那他就是 後來發現 欸 蠻有趣的 就是像一個人類觀察 的這個概念 然後他就開始一個一個紀錄 我沒看過這文章 他要紀錄的主要是三個點 他會先看這女生的年齡 嗯 都是約出去之後 然後做一個紀錄這樣 第一個他會注意他年齡 第二個 付款時的行為 OK 然後第三個 付款後的態度變化 OK 你不覺得超有趣嗎 付款後的態度變化 對 就是也許他付了 但是他心不甘情不願 喔 OK 然後其中有幾個 我覺得蠻好笑的 嗯 那 但是我先講我整體 看完這二十個實驗 看起來 呃 感覺上 好像超過二十五歲的女生 會蠻期望對方付錢的 喔 反而是這樣子嗎 對 我原本以為是相反 對啊 因為女生可能有錢 但是 就是年紀大的經濟能力比較好 反而會 對 比較會自己付 但是我後來想其實也有道理 就是因為二十五歲的女生 也許他身邊的男生都已經經濟條件還不錯 嗯 所以也許常常會有那種出去然後對方請客 嗯 但是我覺得大學生就比較會知道是要互相AA制 好像是 對 你這樣說起來好像是 對這樣也說得通對不對 那那個是我自己的觀察啦 但是我沒有一個一個去計算 嗯 然後我分享幾個比較好笑的事情 嗯 那這邊先講 嗯 嗯 出來之後呢也沒提到要付錢 OK 於是我幫他付了也沒跟他討 嗯 然後呢態度 事後態度沒有太大變化 有繼續聊了兩三天 就被已讀不回了 OK 然後呢還有一個 二十八歲 嗯 我們到櫃台前付錢的時候 我付款我自己的費用 我付完我自己的費用看向他的時候 他才訝異的驚訝的掏出錢包 然後呢 我開車載他回家的時候 他整路滑手機不互動 問他問題也明顯冷淡回應 嗯嗯嗯這樣 回家發現被封鎖了 這二十八歲 OK 二十九歲 對我們到櫃台前付錢的時候 他直接走出去門口等我 嗯 我直接付清他的費用 沒跟他討 再來態度沒有太大變化 有繼續聊了一個月 但是後來沒有話題 就沒有繼續聊天 嗯 你看他做這些實驗花多少錢 哈哈哈 可是他沒有講說男主帥不帥這樣子 我覺得應該是帥 因為後來 因為會有那麼多女生跟他出去 OK 然後後來有幾個反應是好的 OK好 我這邊給你看 但是我舉的有趣的我都是 反應不好的 都是不好的 對 這個二十四歲 我們到櫃台付錢的時候 他說他錢貸不夠 下次吃飯再換他請客 嗯 態度沒有太大變化 回到家發現被封鎖了 哈哈哈 好 然後這個是好的 這個是好的 這個二十四歲 我們到櫃台前付錢的時候 他說他只有帶百元跟千元鈔票 於是我幫他付了零頭 事後一直跟我抱歉 一直說他上次零頭要還我 我說不用這麼計較 最後他在我生日當天做手工餅乾 當作回報 嗯 到現在呢還是有繼續聊天 在我生日當天有約出去公園聊天慶生 到現在還是相處很愉快的朋友 OK 對這個是我看到我覺得最好的 以及我看這個文字 如果我是男生我大概會最喜歡這個女生 嗯 然後最後一個 嗯 二十六歲 我們到櫃台前付錢的時候 看到我沒有付他錢 沒有付他的費用 他才付錢 喔 態度明顯冷淡很多 出餐廳後在路上整路滑手機 跟朋友聊LINE完全沒互動 回家後發現被封鎖了 哈哈哈 對就這幾個下來我就覺得 光是看這文字其實 我是男生的話 嗯 我會覺得蠻抱不平的 也許有些女生他們是 覺得對方會付錢請客 所以才付約的這樣子 那可是我 我覺得他們這個好像 是用交友軟體認識 然後約出來啦 而且這些幾乎都是第一次約會嘛 對不對 感覺都是第一次出去嘛 對 嗯 然後 會覺得 要不要男方付喔 其實 我是覺得如果男方付的話 為什麼 我是基於一個我覺得 女生應該要付款的 一個想法 如果是你咧 如果是你 如果是你就是 好我今天第一次約你出去 喔 呃 你就想說第一次喔 我們是網都認識嗎 也許我們 嗯 不熟的朋友 當然我覺得當然會要付啊 朋友的朋友好了 當然會要付欸 你說你會 主動在付款的時候說 你要付你自己的部分 對阿如果對方付 我就是覺得他加分 嗯嗯嗯 可是如果他讓我付 我會稍微有點OS 但是我還是會付 嗯嗯 而且我也不會因為我付 然後就 討厭他什麼的 應該是不至於 要看約會的時候 聊得怎麼樣 喔OK 所以如果對方是我 喜歡的菜 然後我付錢 我覺得沒關係 嗯嗯 就是聊起來是很愉快 但是如果聊起來就不愉快 嗯然後我又要付錢 我就有點浪費時間 喔 對 我是覺得就是如果是 以第一次約會而言啊 就是如果是男生邀女生 例如說我今天約你出去的話呢 我覺得男生應該要付 我覺得這是應該要付的 所以我我可以體會 為什麼那些呃他叫他要付 然後他反應不好的 我覺得這是正常 因為今天就是就是你要別人出來的啊 就是責任就是在你啊 對不對我今天邀你出來 我就是要負責照顧你這一餐啊 基本上尤其是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我是覺得一定是這樣 喔 如果是女生邀我出來 然後行程是女生排 餐廳是女生跳的話 我覺得這個這種情況不一定 但是這種情況可能比較少嘛 對不對 但是如果是第一次約會 男生主動邀女生出來的 基本上男生要付啦 我覺得男生付才是正確的 我覺得還是正確 因為你看喔 假如我今天要你去吃一個什麼 餐酒館好了 假如你今天24歲 然後你 你整個吃的過程中 你都不知道 我等一下要不要付 等一下要不要付 那我要點這邊酒嗎 那我要吃 我是不是要點一個 我點一個吃 我吃個麵包就好了 之類的對不對 那你整個吃起來都不開心 然後你也不好意思問 那我等一下要付嗎 不會這樣問嘛對不對 那你之後男生到貴達結帳的時候呢 只掏出自己的一部分 你身為女生不覺得這很小氣嗎 你不覺得不爽嗎 對不對 你自己叫我來的耶 而且你是女生的話 你可能會 假如你是正妹的話 你就想說 老娘每天幾百個人邀我出去 我今天花我的時間給你出去 然後你還挑一個這麼貴 然後要我付錢 我覺得這是以第一次而言 first date而言 我覺得男生 如果是你要女生的話 你應該付 這是 我覺得這是很正當正常的 也不是說男女 也不要讚男女 或什麼樣子 因為是你提出的嘛 對不對 所以不然女生就吃的 提心吊膽的啊 對不對 然後她哪有心情跟你 什麼聊天 親親抱抱 對不對 她光是想這件事 付錢的事情 那就很煩了 而且你付錢呢 也是讓你的意圖很明顯 讓女生 你送出一個訊息 讓女生知道說 我是對你有那種 感情上的意圖 Romantic的意圖 我不是把你當朋友 因為如果你出去一般朋友吃飯 或是不熟的朋友吃飯 AA制可能很正常嘛 對不對 或是說 如果你是要反向來想 就是說 我真的沒有要追你 我對你也就還好 沒有什麼感覺 我真的就是把你當哥們好朋友 這樣子 那這樣AA我覺得OK 但是如果你身為男生視角 你的意圖是要追這個女生的話 你就是應該服 在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我覺得你有說服到我耶 我突然覺得我幹嘛要AA制 沒有啦 因為就是身為男生 你第一次表達 你有能力 照顧這個女生嘛 對不對 第二次是表達就是說 表達你對這個女生 她的陪伴很重要 你表示你尊重這個女生的時間 你送出的訊息是跟她說 我這錢 這一點點錢不是那麼重要 其實你陪我這個時間 其實也很重要 你就算送出這個訊息這樣子 那也是說 如果付錢的時候呢 女生 她把錢包拿出來 然後她想要付一半的話 你就叫她 你就叫她收起來 你就叫她不要付這樣子 不然你就可以說 就是說 下次再換你請我 我覺得這個可以 或是說 如果你們剛吃完一個大餐 你等一下要去喝酒 或是等一下有飲料的話 你就說 那我請你這個 等一下飲料你再付 就好了 那除非你是遇到就是女方 非常堅持要付 那你就讓她付 你就不要跟她吵了 非常非常堅持要付的話 你就讓她付 因為這個有時候是 有些女生 會 會想欠人 對對對 她可能會覺得說 背情就是有罪惡感 這是一種可能 另外一種女生可能是 想表達一個訊息 就是說我對你沒什麼 興趣 然後呢 我不想要欠你一個人情 或者是我不想要下次再跟你出來 對我也不想下次再約 我也不想要second date 那我先付掉 不要讓大家感覺不好 那基本上我覺得 如果第一次 首次約會 女生非常堅持要付 我覺得是一個繁殖標 我覺得對於男生來講 是不好的結果 所以不要覺得說 讓女生付到一半 我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女生付 這是以第一次約會來講 是不好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我 如果對那個女生有興趣的話 我就會預設一定是我付 一定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很多次約會以後 例如說可能三次約會 四次約會以後 以我現在的男生視角來說 我還是會預設是我付 但是呢我會觀察就是女生 在我付的時候 她的反應是如何 你有沒有感恩或者是 對對對 就是你會觀察這個女生 是不是都完全 理所當然 不想付出的一個女生 我覺得不見得是付錢 因為有時候 假如說你 你交往的女生 可能年紀比較小啊 或是她還是學生 她可能真的沒有 沒有那麼多錢付錢的話 我覺得不見得是付錢 可是如果你 你覺得那個女生 就是把你所有的 對她的好 當作一個理所當然 然後一直拿 一直拿 然後不回饋 就是不一定錢回饋 身體上的回饋也可以 對不對 就是完全不想付出任何東西的話 你就 你就好好考慮 要不要繼續跟她約會 但是我覺得身為男生 你要付錢啦 你要預設在所有狀況 只要是你主動的狀況 你就是要付 那女生付不是她的自由 但是你也可以自由的選擇 你要不要繼續跟這個 一直都不付錢 一直都不想付出的女生約會 所以我覺得 即使是男生付 這還是完全是公平的 而且你知道嗎 我補充一點 我真的要幫女生說話 我真的覺得女生 打扮超花錢的欸 你知道嗎 光是那個頭髮 就是可能有時候要染啊 要剪要燙 然後要做臉 要買化妝保養品 買衣服 真的很花錢 對啊對啊對啊 就是女生要 出來跟你約會的成本 也是蠻高的啊 她要買包包 要買鞋子 她要化妝 她要化眼線 她還要減肥 她要上健身房 她跟你一個宅男出來約會 然後你還要她付一半 就不要怪你 為什麼交不到女朋友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好回到她這個問題 就是 Ken Po說 可以講一下男女約會付錢的問題嗎 我覺得 如果你是男生視角的話 你就是當作 你全部都要付 如果你 你不要 怎麼講 你經濟狀況沒那麼好的話 那如果女生因為你約不貴的地方 她就不跟你約會 那你知道這女生是 怎樣的人嗎 就是說 她就不適合你的那個價值觀 對對對 之類的 但是就是你也不要把自己搞得 怎麼講就是 經濟破產 就是約你負擔得起的地方 你覺得你願意付 你就算是出兩個人的錢 都沒有問題的地方 那女生如果 建議第一次約會 不要給女生付 第二次第三次以後 如果女生她 就是堅持要出 或是某些要出的話 那你就 那你就讓女生自由出 我是覺得如果女生也 就是要跟你交往的話 照理說 她應該會想要幫你分擔啦 對對對 就是之後約會的時候 可能 就是欸你請完之後 下一餐她會請 那就是輪流 我覺得稍微 雖然也許整體來說 女生付時也許少一點 不知道但是 她至少會願意去幫你分擔 然後有時候付 這樣的話 就是一個很值得交往的女生 沒錯 像檸檬卷現在就常常請我吃飯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她現在賺很多 沒有啦 沒有要亂說 對 檸檬卷現在是超常請我吃飯 沒有 因為我要感恩她 因為請她吃飯 才可以叫她幫我做事啊 所以她還是有目的 沒有啦 好下一個問題 林俊傑在wewevideo的留言 想請問一下 即興能力 我們上次講到的那個 生日快樂歌測驗 她說在學習音樂上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那種 欸你學音樂的表演一下 她可能是講說 在朋友聚會當中 有些朋友會拱說 欸你學音樂的表演一下 那種感覺呢也是 音樂學習者不樂見的 她對於這個有什麼想法嗎 其實我同意她說的那個 欸你學音樂的表演一下 這個感覺蠻差的 這個有點像我們之前講那個什麼 李源林那種狀況 就是那個直播 一個鋼琴家有沒有 被直播 直播的時候突然被要求要即興 可是又沒有先講好的 對對對 如果是在 一般的什麼朋友聚會 然後你今天 因為你剛好 彈鋼琴 說欸你不是會彈鋼琴 彈一下 我覺得這個感覺是不太好 這個我完全同意 但是我覺得就是 朋友生日的時候 你彈一個生日快樂歌 其實不到這個程度 喔 因為是這種同樂的感覺 對對對 因為它其實不是要你要表演 它只是要你彈生日快樂歌 讓大家唱一下 大家唱一下 所以我覺得這個 不到那個程度來說 那 如果 你就想說 如果你學了十年鋼琴 然後你 你會彈什麼 李斯特啊 小邦練習曲 然後今天朋友說 你彈生日快樂 叫你彈生日快樂歌 你回說 欸這個沒有譜我不會彈 其實這個 這個回法蠻遜的 所以建議就是 還是練一下生日快樂歌 我覺得這是結論 可是現場會有鋼琴嗎 我是說就是 因為一般人不懂 就是彈鋼琴 什麼即興跟有譜的差別啊什麼 那你 你身為 即使你不是彈爵士音樂 或是彈牛士音樂 你身為一個可能 對即興不是很拿手的人 與其呢 去跟一般人解釋說 我們古典音樂專業 我們要樂譜 我們是 我們都要很細膩 我們就怎麼樣 我們要練習 與其去解釋這些 你不如就直接準備一些 常用的歌 你會在朋友面前 看起來比較厲害 你也不需要跟他解釋 其實我想到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真的 當時沒有練生日快樂歌 然後如果有琴 還是怎麼樣 那你就 就是隨便彈C和弦或是什麼 然後反正 大家Key不對 是大家沒有唱 因為大家起Key都不一樣啊 你就隨便彈一些和弦 從頭到尾反C和弦 反正Doso Mi So 對不對 那還是有彈啊 對 我覺得要準備一些常用的歌啦 尤其是簡單常用的歌 我覺得要啦 要準備 生日快樂歌是一個 我覺得一定要準備的歌 不然就是你朋友 即使當下沒說什麼 他們可能心裡 偷偷還是覺得你很遜 怎麼不會 連生日快樂歌都不會彈 沒有 是大家走音 這個讓我想到以前 我看過一個就是 網路上的 YouTube上面的鋼琴教學 一個 教大家彈一些歌 然後呢 他全部的歌 永遠都配C和弦 哦 有一個 我忘記他的名字 就是 某個教音樂的嗎 還是他只是 一個YouTuber 沒有 某個教音樂的 就是 某個自稱老師 老師的人 但是他 但是他那個 怎麼講 整個氛圍是 感覺非常非常長輩 性向的那種 那種頻道 就是教你怎麼彈一些台語歌 或是什麼的 然後他真的是 從頭到尾左手之彈 DOMISO DO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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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神棍老師在各個領域都有 找一些噱頭 然後讓 可是 可能是在某些特定的情況 但是他並不是 像那個呆腦獸 哪有每個字都可以翻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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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不到 找不到什麼字 下一個 凱欣很開心 非常需要我們的建議跟幫助 謝謝 嗯 自己學編曲作曲有什麼好的渠道 我覺得第一渠道就是網路上的影片啊 跟網路上你可以找到的網站 對 但是我覺得幾個方向啦 第一個就是 呃 如果要進步的話 常常 發表作品 我覺得發表作品真的會進步 這個檸檬卷可以 哈哈哈哈 可以證明 哈哈哈哈 真的啊 就是我之前不是練了幾首劇集 然後不管是發YouTube還是IG也好 就即使只是一分鐘影片 你還是要練到一個OK嗎 你不可能還在練你就PO上去 嗯 所以就是無形中其實你還是會 一直有那個 前進的動力 嗯 我覺得就是很多事情 你自己做的時候都覺得很容易 就是你彈鋼琴 連練一首曲子的時候 你覺得這蠻簡單的啊 蠻簡單的啊 對不對 你寫一個曲子就覺得 蠻好寫的啊 沒什麼問題啊 你要發表的時候你就不是這樣子 對 你會喜歡放大檢視 這地方欸 這行嗎 要不要再一次 或者是什麼樣 你真的要演出的時候就會發現 其實你原本練的根本都不行 根本都不能用 就是如果你要搬上演出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說 這個都還不夠好 那我覺得作曲可能也是 你自己寫寫開心的跟你真的要發出來的那個標準是不一樣的 你發出來的時候你會怕 你會怕說 你會被網友嘴 這個很爛 所以你是講你的會員每次在你的直播 就是公開發表自己的作品 他們都很緊張 欸他們都 可是我覺得我的會員都很強欸 對 他們好像也沒在怕 他們其實是就是 是來 來怎麼講 炫技的 秀的 來秀的 不是來 他們其實作品都已經很好了 所以我覺得一個 要進步的方式就是發表作品 就是把你作品上傳到公開的平台 然後再來就是 找到也在跟你 學類似的朋友 類似東西的朋友一起做研究 這個會很有幫助 再來就是可能就是一些老建議囉 就是多看書 多練樂器 我覺得即使是你的主要 目標在作曲的話呢 其實也是應該多練樂器 練樂器 絕對絕對可以幫助你的作曲 不管是你 你寫的東西的內容而言 以及你編曲的快速度 因為像 假如我們會彈鋼琴的話 我們編曲其實很快的 我就彈進去就好了 可是 如果你不是練鋼琴的人的話 你必須用滑鼠一個音音點 然後做很久很久的編修 很累 真的不如花一點點時間練好鋼琴 然後再來就是 多看別人的作品 Copy作品 那基本上這些都是你已經在做的事情 所以 可能 我會說最快的進步方法 真的就是發表 演出跟發表作品 是進步最快的方法 好再來 Connor在Wii Video上面說的 他說 我覺得有些蠢問題 上次我們在聊 如何不要問蠢問題 是因為不看說明書 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人都不看產品的說明書 就是在英文的論壇 就是有 你問某些笨問題的時候 你會得到一個叫做什麼 RTFM的回答 RTFM 就是read the fucking manual 就是 讀他媽的說明書 就是說你問了一個很笨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東西要怎麼按 你會得到RTFM 好兇喔 read the fucking manual 他說以前有一次呢 我家的烘衣機壞掉 然後爸媽請人來修 問題呢是那個烘衣機的棉絮 從來沒有清過 所以棉絮太多 所以導致故障 然後他那個時候問爸媽 還知道就是說 爸媽根本不知道 烘衣機的棉絮要清 然後他一直以為這個是常識 他說他沒有再用烘衣機的人也知道 而且他相信就是說明書一定也有寫 沒需要怎麼清這樣子 可是 他就是在說就是 連續沒有清他就壞掉 但是他就 找人家來修這樣子 然後大學時時候 遇過一個同學 他要組裝曬衣架 可是他不看說明書 這段 他說呢 他是男生 要相信他 這對他來講肯定很簡單 結果他弄很久 都弄不好 後來是我看說明書 照著說明書做 很快要組好 什麼叫我是男生 我覺得 誒說明書真的是 大家都不會看 其實我也要自首 其實我不喜歡看說明書 可是其實用很多軟體跟機器 真的是你想要的解答 真的都寫在說明書裡面 對啊你會啊 組裝IKEA的家具的時候你會看 因為你不看 你根本不知道從哪裡開始 可是像很多軟體啊 就是大家寧願上論壇去問問題 真的都不看說明書 真的 就是說 在什麼Muse score那個音符要怎麼加長 其實 其實這個說明書 就寫得很清楚 說明書還有一個什麼鍵盤 鍵盤按鈕清單 但是很多人 一堆人在上面問說 我要做這件事情 我要按什麼 我要做這件事情 我要按什麼 可能想要很快的得到答案 那其實你就按上面選單的help 然後說那個keyboard shortcut 就是有一個清單 把全部的那個鍵盤怎麼按出來 可是沒有人去看那個說明書 好下一個留言 蔡毅肥在Odyssey上面的留言 他說 我之前也有看過那種會發光的智能鋼琴 亮哪個就按哪個音 上次我們在講那個神棍鋼琴老師 然後就是說就是照著什麼螢幕上的掉下來的音符啊 掉下來的動畫然後照著按鍵盤就可以學鋼琴 然後他說我覺得你這樣練就算曲直能練起來也只能說你會操作這台智能鋼琴而不是學會彈鋼琴這沒錯 他就說大家都想要速成啦 但是學鋼琴不能像科技進步那樣一個鍵就可以幫你自動去背編輯影片或幫你自動上字幕 所以他認為就是找一個好老師按部就班的學這已經是最最最快的學習方法了 沒有錯同意 下一個留言是吳海文在YouTube上面的留言 他說他看到神棍老師這個標題他就點進來了 他沒有問題他只是要這樣講 在YouTube上面說謝謝三位的回覆 我之前也有考慮到去日本感覺他們的文化 上次我們在說就是日本人他問了一個問題是 常常說謝謝跟對不起是不是會讓人家覺得沒有自信這樣子 然後上次S大說就是日本人其實一直會一直這樣講對不起 然後這次S大來才知道S大的人既有趣又有深度 不同於以前只有看到鋼琴很厲害這方面 S大是一個非常可以多出談話型節目 真的S大應該多講話上節目 而且我覺得S大就是他雖然跟我有點不同年代 但是我覺得就是他是他那個年代的那種宅男代表 對你們很像啊 他也是Nerds 但是例如說他喜歡的東西可能是什麼Final Fantasy 對 十四 然後什麼風之谷或是什麼之類的 那個的確是我不玩的東西 後面的 後面那個年代的東西 但是我 就是他跟我喜歡的東西很像 但是他喜歡的是比較年輕版的那種 那種東西 好最後一個留言 CW Hong他說為了來賓特地登入留言 他是在說那個S大 他說聽到兩個北藝大畢業的男人唱所欲言 尤其是擺脫YouTube的限制 真的有有種發現壓力的感覺 身為老觀眾看到S大這類真正有才華的創作者 在這個平台上面越來越掙扎真的很擔心 他說因為還沒有經濟能力 可預期的未來也很難有機會到北部聽音樂會 那特別擔憂S大會不會哪天不再發片 應該他應該還會繼續發啦 現在你不要太擔心 應該不用擔心 他會大戰鴻圖 他很有想法 可能比較擔心好壞前後會不會繼續發片 沒有 目前還是撐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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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好啦 今天差不多 今天就聊到這邊 那我們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呢 希望你可以在Apple Podcast 或是其他平台給你們一個五顆星評價 或是按個Like 幹嘛想我的台詞 運太慢了 這個Podcast也會同步上加到 YouTube和Odyssey 還有ViuViuViu頻道 如果想要留言給我們 或是問題的話 最方便趕到做到YouTube YouTube或是Odyssey 或是ViuViuViu影片那邊 然後不要忘記支持 好和諧和檸檬卷的頻道喔 好 然後也不要忘記我們有 好檸檬的專用信箱 叫做 nicelemon小老鼠PM.me 好 那你剛才說聽的是好檸檬 我是ViuViu官大維 我是檸檬卷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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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